人要能够来到没有自卑也没有傲慢之心很不容易 为什么很多人都要展现他的强势主宰 主要就是因为对自己没自信 因为心里面有自卑心 怕被瞧不起 怕被欺负 怕吃亏 怕成为弱者 所以那是因为实力不够 没有真正雄厚的实力 所以他就变成要透过展现强势 以免被瞧不起 以免吃亏 但是他的本质是因为内心自卑 一个真正有真采实学 有智慧的人 他不会要展现强势 大致若语 所以要知道 你在家庭里面你要展现强势 你要回来反观 真正的本质 其实是因为内心自卑 所以这个现代心理学就已经可以对这方面做一些解析了 我在讲那一套心灵成长事实本外里面 也对这方面有做一些深入的解析了 所以这个心理 你比较高层的心理学就可以去解析到这种情况 一个人 当他内心自卑的时候 他外表会展现用我慢来掩饰他内心的自卑 所以你要知道外表展现强势 厉害 那是因为对自己没有自信 所以他就要展现强势 而这种强势就是变成处处要防备或是具有主宰欲 更严重的就具有攻击性 如果他要展现他的强势主宰 却是被硬碰硬的压下去 或是受到很多失败冲突痛苦的折磨 到后面他又展现变成自卑了 所以他外表展现出自卑 觉得赢不过别人 斗不过别人 比不过别人 或是被灌输了 你是业障很深重的人 你是你这个宿命 你的命运是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渐渐的 渐渐的就产生自卑的心 但是你要知道 他外表展现自卑是因为内心 内心是想呈现傲慢 但是不得自 没办法如其所愿 受到很多的挫折 失败打击 所以让他外表就呈现自卑的情况 但是要知道他的骨髓里面 只要有因缘 他就是又要呈现 我慢 所以一般众生总是活在这种自卑我慢 自卑我慢的世界里面 希望大家要静下来 好好的面对自己的生命 怎么样让我们来到 没有自卑也没有我慢 你只要有傲慢之心 就是这两种它是对称的 大家好体会 自卑与我慢这两者都是对称的 你只要有傲慢之心 就代表你有自卑之心 你呈现自卑之心 代表你内心有没有伸张 伸张出来的我慢 他只是在事迹 看到看因缘情况 可以的话 他就要展现 而这一种这两种情况 这个都是会让我们的生命 导向冲突痛苦 或是生命萎缩 它没办法让我们的生命 真正活得健康快乐 一个要活在真正健康快乐的人生 我们必须要能够学到 对宇宙真理有正确的理解 对生命实相有正确的理解 当你有真正正确理解之后 你才会逐渐的摆脱 那一种自卑与我慢的 循环轮回 道德经的智慧 就是让你从自卑 跟我慢的世界里面 超越出来 不要成为强者去欺负别人 也不要把自己打压 变成为自卑的奴隶心态 赤等人民 可怜兮兮 当我们能够来到 真正正确理解真理实相 宇宙真理 了解神明实相 你真的了解之后 你就知道 原来一切众生都是平等 我们跟万物也是平等 你真正看到实相 你就会体会到原来都平等 这种平等心出来 你才会没有自卑 也没有我慢 好体会 这个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 都会鼓励大家 要好好的深入 道德经 妙节 这个课程 去体会 去学习 它不是只是教 不是教你一些术 它是要协助你 学到智慧 如果你没有学到 这种高等智慧 你的人生就会用很多数 在那里对付什么 对峙什么 只是在枝柳末节 解决一些问题 要来到从根本来解决 包括要超越 自卑与我慢的 这种轮回 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来到 了悟宇宙真理 了悟生命实相 你真的理解了 体悟到了 自然的 你就会活出 有自信 但不是傲慢 有自信 有慈悲 有大爱 然后平等心的 善待 一切众生 对一只猫 对一只狗 对一棵树 你都会用平等心来 善待 这时候 没有自卑 也没有我慢 所以你一样 不会有攻击性 所以在你的世界 就会来到 没有敌人 来 好好体会这一点 当我们的心灵 进化 提升到 心中没有敌人 你的世界 才会真正的和平 当我们的心中 来到 没有敌人 代表 我们真正来到 超越 所有二元对立 超越 二元对立 心中 没有敌人 所以 就会来到 天下 无敌 但是不要会错意 这个天下无敌 不是那种 武林高手 称霸 雷台 认为说 我天下无敌 不是 没有一个 能够撑很久的 雷台主 世界重量级的拳王 一样 你撑没多久 就被打掉了 你以为天下无敌 事实上你的敌人更多 所以那是世间 世间人充斥的那种 我要争第一 我要站在最高峰 我要来到最强 要知道 那个都是 随时很快 就会被 干掉 真正的天下无敌 大家好 体会 真正的天下无敌 就是我们心中 没有任何的敌人 没有对立 这时候你就会体会到 道德经里面所讲的 为什么心中充满慈悲 大爱的人 他的各种灾祸 都会逐渐的消除 为什么小孩子 那些猛兽 他们不会伤害小孩子 为什么毒蛇 他不会伤害小孩子 因为这个小孩子 没有任何的攻击性 因为那些动物 他们都会感知 那些动物 他们会感知 你散发出来的磁场 是什么 你具有攻击性 他们就会防卫 你侵入他们的领域 他就会攻击 要知道各种动物 他们都会侦测 感受你散发出来 是什么的磁场 婴儿小孩子 他们的磁场 都是很纯净 没有敌意 没有攻击 所以大家好好去体会 道德经里面所讲的 都是真理 生命实相 希望大家好好的下功夫学习 让我们生命 能够真正 迈向高等的心灵 来到真正快乐 安心自在 OK 好 请起立 一个心中没有敌人的人 不管他到哪里 不管他到哪里 他都怎么样 都会安心自在 心中没有敌人的人 他到哪里 都会安心自在 你要如何来到大安心 大自在 心法就在这里 好去体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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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